天下卫视的天下卫视 天下纵横谈 我是张台生 文明古国埃及最近显然是不太文明 也不太安宁 因为他们刚刚民选出来的总统 才执政一年多就被人民呛声 然后军方居然就把他霸逐下来了 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宪法体制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支持他的穆斯林兄弟会 和军方发生了冲突 于是是血见开罗街头 到目前为止 一共造成了800多人死亡 4000多人受伤的惨剧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 到底我们看到没有赢家 但是有没有输家呢 是埃及的军方是输家 埃及的人民是输家 还是穆斯林兄弟会是输家 还是美国的利益是输家 相信这都是您所关切的 今天我们在现场很高兴 请到两位南加地区有名的政治评论家 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他们的看法 在我左手边的是李炳姓先生 炳姓兄你好 欢迎感谢上节目 台生兄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谈一谈 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 埃及只是一个问题的表象 但实际上在冰山下面 隐藏着更多很多势力 彼此角力的战场 是非常谢谢 在我右手边的是郭文斌先生 炳姓兄你好 欢迎感谢 台生兄你好 炳姓兄你好 各位天下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再次能够上 这个天下综合谈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探讨 现在在全世界受到关注的 埃及动乱的局势 究竟是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呢 我们待会要来谈一谈 好的 那就在我们要讨论今天的主题 埃及动乱 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资料 近两个月来 埃及局势跌宕起伏 动荡不止 长久以来 埃及是一个相对有凝聚力的社会 没有明显的教派冲突 这种冲突在叙利亚 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 引发了相当大的动荡局面 但2011年 美国在埃及的盟友穆巴拉克 因涉嫌贪污 即用武力镇压示威者倒台开始 埃及就开始了一个痛苦的变革过程 去年7月 埃及选出了有史以来 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 因为政绩不佳 百万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示威浪潮再现 埃及军方再次出手 不过这次被军方逼迫下台的 则是经由民选上台不到一年的穆尔西 随后埃及政局一日多变 军方扶植上台的政府军警 鸡押了穆尔西 射杀了数百名街头的示威者 逮捕了支持穆尔西的 穆斯林兄弟会的几百名领袖 尸体堆叠的镜头 经过电视画面传向世界 而最让人跌破眼镜的 是2011年被迫下台 背叛终身监禁的前总统穆巴拉克 竟然被叛获释 埃及的局势一直让其视为盟友的美国 头痛不已 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军事 受援国 也是美国以维持中东和平的 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30多年来 美国既有埃及 让中东的穆斯林国家 与以色列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然而穆尔西被军方罢黜 所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大规模流血冲突 却让美国陷入尴尬的角色 美国一直希望借由阿拉伯之春 将民主带入中东 但当埃及的民选总统被军队武力推翻 并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后 美国应要保持其在中东的利益 却不敢谴责埃及军方对民主程序的破坏 不敢界定这场军事政变的实质 不敢中断对埃及军方的巨额援助 这使长期以来一直宣称 西式民主是普世核心价值的美国 作为全球民主领袖的信誉大打折扣 姆巴拉克的获释是否意味着旧势力的复辟 埃及世俗派和伊斯兰团体 会否陷入长期的冲突 会否导致埃及爆发内战 步上叙利亚的后尘 美国对埃及的局势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那么美国在埃及近两个月的动荡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埃及动荡的局势中 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埃及的局势将迈向何处 请关注接下来的天下纵横谈 欢迎回来 显然中东大国埃及 它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美国对它以前也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最近这个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得来仔细地探讨一下 首先这个造成800多人死亡 4000多人受伤的埃及动乱 到底跟美国是有关还是没关 台生我想这个问题是很简单 我们常常讲说一夜之秋 山雨欲来风满楼 埃及情势的动乱 是代表着美国的势力 在逐渐的示威 讲到中东 中东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它拥有世界最多的资源 石油是第二大产国 然后天然气是第三大产国 所以中东的情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自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 美国感觉到这个石油的资源 如果没有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美国会面临很大的冲击 所以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 美国把他的手伸到了中东 那当然埃及是他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庄角跟一个组头 所以你看从穆巴拉克开始 他虽然并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治 但美国默默地支援他 每年给他15亿的援助 13亿是军事 然后2亿是经济 他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有了埃及这个窗口 又有以色列的一个后盾 再加上其他联合的这些 阿拉伯的国家 中东的局势可以呈现一个稳定 而且符合美国利益的状况 但是美国自从在 伊拉克战争失利 以及阿富汗战争 必须要逐渐撤军之后 这个所谓强倒众人推 大家看到中东的情势不稳 所以这个一向被视为美国稳定的装脚的埃及 开始出现了这个量变跟质变的状况 你的意思就是 其实埃及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跟美国有强烈关系的 现在代表美国的势力逐渐的在 视为无法稳定的这个 把装脚给稳定住 所以整个的这个动乱 只是一个 这个所有的美国势力要视为的一个开始 那文明兄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其实呢我觉得说 当然在这一次因为美国拜年是世界警察的角色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动乱的话 当然美国他是不可以不出声的 不过呢其实这一次在美国的内部官员也有人说 其实美国这一次是躺着也中枪 为什么说躺着也中枪 其实美国对埃及的话 当然说美国对埃及有外交有国防上的合作的关系 但基本上这是一个内政的问题 今天美国他会觉得说 今天你埃及你的人民 你选出来你的穆尔西的总统 但是你经过一年之后 你现在又有很多反穆尔西的人 在这个总统府外示威 那现在军政府出来 要把这个穆尔西给驱除掉 美国现在一直不承认它 不肯承认它是一个政变 如果不肯承认是政变的话 那可能就是美国还是把它定位在是一个内政的问题 所以说你说这一次埃及的政变 到底跟美国有没有关系 你说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 不能切割关系 但美国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埃及动认的持续的发展 基本上是它一个内政的问题 所以才是说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整个局势只能说一件话 说一件事就是美国他算错了 其实自从美国对穆巴拉克支持了快30年 但是他发现在整个的中东 这个所谓伊斯兰的情节 跟穆斯兰的这个基本教育派逐渐的茁壮 那也就是实际上在中东他是分得很清楚 东方非西方 非西方 穆斯林非穆斯林 所以当他发现整个这个文明古国的力量 在逐渐起来的时候 他觉得穆巴拉克无法控制情势 所以他就去拱了一个穆斯林兄弟会 他其实这个每一个政治人物 你觉得美国有拱穆斯林兄弟会吗 其实我相信美国应该不会乐意见到穆斯林兄弟会 这个文明兄你倒是不了解 在那时候穆巴拉克政权不稳的时候 一天到晚往美国大使馆跑的就是穆斯林兄弟会 所以这个穆斯林是流过美国的 而且他对美国也是非常的亲善 那时候美国他打的一个主意 就是把一个非常伊斯兰的这个穆斯林拱上来之后 不但可以符合当这个现在的中东情势 而且你别忘了阿富汗那边 其实美国不会愿意穆斯林兄弟会起来了 其实穆斯林兄弟会我们待会可以提到多一些的背景 其实美国这一次他为什么一直不肯定义这是一个军事政变 其实你就要知道 其实他是不会挺穆斯林兄弟会的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马上 让白宗书来讲说这是一个军事政变 他这一条线一直不敢跨出去 其实很明显的 他就是不挺穆斯林兄弟会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两句一点我倒是要补充 这个当初这个美国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原因 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方式 不但可以跟所有伊斯兰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族群 比较好的关系 而且更重要是他可以在这个阿富汗跟这个伊拉克方面 能够安全的撤出来 但是他算错了 这个穆尔系上来之后 他这个所谓的借壳上市 他借着美国把他这个用这个民选总统上来的方式 反而逐渐把埃及带到一个神权国家的一个地位 因为这样子所以美国觉得不安 所以借着人民的力量又想办法要把他给请下来 所以整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算错 但是现在美国正在做错误之后最大的一个弥补 你同意他那个说法吗 就是本来是支持穆尔西 后来发现不对了又准备要把它弄下来 其实我不认为美国是支持穆尔西 因为在这次埃及所谓的历史上 第一次的民选总统选举 穆尔西他得到是5%的选票 但是亲政府的穆巴拉克政权的候选 他得到是48%的选票 其实这一次为什么穆尔西的支持者 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得到政权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人民已经厌恶了穆巴拉克 执政这么久的贪腐 所以其实穆尔西他是因为反贪腐的力量 让他上台 并不是美国 美国其实也不愿意见到一个 所谓的这个标榜或者支持伊斯兰真主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教育派的候选人 来当这个埃及的第一位的民选总统 那目前动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么美国他除了口头谴责 还有说是取消军事演习之外 美国难道没有别的措施可以做吗 其实你要看整件事情的一个关键 对美国而言 所谓的民主就是它的利益 在中东不民主的国家很多 但是这些不民主的国家 只要你是亲美国的都没事 你看像埃及它没有事 但是如果你不亲美国的 就会有事像利比亚 叙利亚 伊拉克等等 那现在一个关键是说 美国这个时候 他会愿意把它这么多年来 投资在埃及上的 所谓的资金叫做一系毁于乌有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说 美国现在在观察 是不是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 亡羊补牢 尤其如果埃及的局势一步稳 那美国在中共的势力 他一视为 马上面临一个最大的威胁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本来是一直希望 有着埃及的窗口 美国在后面的能够逐渐的支持 那以色列安全就能够得到稳定 但是现在一看 整个的 像中东的情势 叫做一个恐怖平衡 我们就看西部片的时候 不是你拿枪对着我 我拿枪对着你 你拿枪对着他 所有人都把枪都给对着 他维持着一个平衡的方式 但是现在只要有一个地方 呈现骨牌效应 谁开的第一枪 整个中东马上就会陷入一个 不可控制的混乱 那你认为美国还有别的筹码可以打吗 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在这一次的埃及混乱的局面 到今天为止 其实美国他现在会发现 现在的事情演变是在 forward他 就是说其实美国他现在正在发现 这个事情对美国有利了 为什么对美国有利呢 其实您看到在这次事件当中 以色列他其实一直都不敢吭声 他也不愿意吭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以色列也是希望穆尔西下台的 但是你看到昨天有个新闻 土耳其的总理 土耳其的总理他昨天说 其实这一次穆尔西下台 最大的幕后推手是以色列 他已经指名道姓说是以色列的 美国白宫马上跳出来说 你不可以这样的指控 你没有证据 以色列也说 这个军政府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其实我就说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现在外表看起来是很混乱 大家会担心中东的局势不稳 但其实这整个事件继续的发展 是对美国是很有利的 是 那我想请问两位 你们判不判断 美国会取消13亿对于埃及的军事援助 我想应该是机会不大吧 因为美国的做法是 政治人物的做法都是经过算计的 你看在这一次 对莫尔西的指控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他跟恐怖组织搭在一起 他跟塔利班跟塔玛斯组织连在一起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因为政治上常常讲说 前非今世 前世今非 以前本来美国希望借着莫尔西 能够跟基本交易派拉近距离 今天他发现整个局势大变了 失去了控制 所以反而把不同的角色加诸于上 所以美国现在的做法呢 是希望能够借着另外一个人民的力量啊 把这个侵伊斯兰的势力逐渐的铲除 所以他不会取消他的军事援助 当然啊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那美国不叫前功尽弃 以前所花的钱不是全都白花了吗 你同意他的干法吗 对 其实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他也不敢 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美国今天 自从大卫营和这个和平协议 跟美国跟埃及跟这个以色列 三个国家绑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主要就是说 其实埃及跟以色列的和平 是能够促进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利益 如果埃及今天被所谓的真主党 或者被所谓的这个基本交易派 给掌权的话呢 当然埃及是第一个最头痛的 所以美国还是要拿他这个13亿的军援 基本上来能够等于是控制埃及 现在美国他一直在讨论就说 OK 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军援 其实我跟你讲美国不会停止 不会停止 美国现在所有的官员也好 白宫的官员也好 国会的官员 两党官员都说 我们美国会Evaluate 会去审慎的评估现在的情况 有可能是停止资源 但并不会说这是断绝 所谓的停止就是Temporary 暂停 暂停 是 而且今天欧洲国家也讲了 欧洲其实欧盟也在讨论说 要不要停止对埃及的援助 我跟你讲是绝对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阿拉伯国家已经讲话了 阿拉伯的大佬是谁呢 沙奥迪阿拉伯 没错 沙奥迪阿拉伯 约旦 科威特都已经说了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资金 如果埃及你今天的资金 你不给他 没有关系 我们有的是钱 我老大哥挺你 所以美国就算不给援助金 没有关系 欧洲不给没有关系 我老大哥给你 所以看起来好像埃及的军方 是有恃无恐 反正你要挺我 别人给我 没有错 就是这个情况 是 那因此我们就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那中东的民主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美式的民主 在中东到底能不能够生根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以后 回来继续地探讨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是 埃及的动乱 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刚才上一段节目 我们听到了两位嘉宾 对于不同的主题 都有他们非常不同的看法 非常的精彩 接下来一个题目就是 像埃及刚刚才选出一个民选总统 执政一年多 结果马上就被军方拉下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类似美式民主的这一类的民主 在中东这种地方 到底能不能够生根 能不能够开花结果 请问 其实以前的人要表达他们的看法 叫做革命 用枪用刀用流血去表达看法 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美式民主 就是说我不流血 我用选票来代表 但是你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人心的改变 这次阿拉伯之村从图尼西亚开始 因为一个失业的人 导致整个中东变成如火如荼的 这样烧起来 虽然它只烧出一个问题 就是人民对于这种经济的不好 以及这种所谓多年来 君主式的这样一个钳制 所以产生了一个反抗 但是你知道这是阿拉伯之村 烧出一个现况 让这些所有君主立宪的国家 更加的团结在一起 因为当你真的让人民 有权力走上街头 表达他的看法 几乎全部都倒了 所以美式民主 让这个海和会 你知道在阿拉伯从198年 开始几个君主的国家 有一个海湾合作一个联盟 希望能够借着君主立宪 巩固他们的力量 这一次他们更会觉得 专制的力量 才会让他的政权不会倒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印 本来以为这个民心的 可以烧起来中东的民主 就到后来反而让专制的更专制 而真正用他们声音走上街头的 会不会从阿拉伯之村 变成是阿拉伯噩梦 我们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走得更极端 那么这一点我不晓得 文明兄你同意吗 其实呢 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美式民主 现在在埃及国家 或者在很多的国家 甚至在拉美中的国家 在非洲的国家 其实我都是认为 是在这种适用的阶段 适用的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美国这个建国200多年 其实他一建国之后 他马上就推行所谓的民主 所以说其实美国的政治结构 跟美国的选民 他们有长期的这种 长期也不是很长 200多年 他们有这种用选票 要来决定自己领导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但是要把这样的机制 放在一个千年的大国 放在一个充满的集权 充满的军政府 充满的枪杆子的国家 你连选民都不能教育好 你更不能去教育那些 已经有又有实权的人 那所以说美国的民主 怎么可能在这些国家 去开花结果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也就是说 你是完全不认为 有可能会开花结果的 也就是中东如果要民主 可能有它自己形态的民主 不是美国式的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你说不仅是 你要去教育选民 你真的有的最主要就是 那些执政者当权者 他不肯去接受这种 所谓的美国式的民主 他可能表面上 愿意去承认你的选举结果 就像去年 去年这个墨尔西 百分之五十一 百分之三的差距 他当选了 那你军政府必须去承认 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但是私底下他绝对不会承认 所以他想办法 他说要罢住就是罢住了 我想这一点 我们有一个迷思必须要去澄清 民选并不代表民主 那一般人都觉得 我用选票去选出来 就是民主的结果 但是你看墨尔西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是从穆斯林兄弟会出来 他晓得 我利用选票的结果能够上来 刚好把一个神权国家 伊斯兰的精神 所谓的基本交易 接着这个人民的结果 给他带了回来 其实你看 埃及这次的动乱 最重要的关键 是一些年轻的学生 他觉得不对 我选出来的这个民选总统 怎么把一个传统的 伊斯兰的精神逐渐带了回来 是不是要带我们 走到原来的神权时代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在整个中东是充满着矛盾 西方非西方 伊斯兰非伊斯兰 甚至你看 在这个 以前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之后 他们讲到 他说我们不要宪法 我们不要法律 我们只要可兰金 我们不要西方 我们不要资源 我们只要伊斯兰 也就是当这样的一个精神 逐渐回到这个 似乎明治已开 或者是半开的中东的时候 人民产生的混淆 也不愿意就这样的顺序 所以本来美国的做法 是希望 我顺着中东的情势 所谓以遗制 让中东能够进入我的控制 那我就可以很容易 或是比较没有负担的 从伊拉克跟阿富汗给撤出来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伊斯兰的民心大开之后 反而产生了 他无法控制的一个局势 所以现在美国的做法叫做 以劲待变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然后打蛇上棍 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我补充一点 其实今天在埃及 你去问很多人 究竟这一次的军政府的事情 穆尔西的下台 究竟是谁对谁错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 他们都还在怀疑说 到底是谁对谁错 因为他也找不到核心的价值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来看 为什么这次穆尔西 会有那么多的反对者 在他的总统府前 要他下台 因为他上台之后 他马上就去动宪法了 他马上就是给自己一个保护伞 他希望说他自己有扩大权力 他希望说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 是司法不能干预他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个民选的总统上来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要给自己一个保护伞的话 那反对他的人怎么可以 怎么会就是做而不是 然后让他继续当总统下去呢 是 也就是说美式民主 其实在埃及 并没有实际的落实下去 于是发生了这一大堆的动乱 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的 就是这个动乱到现在 到底谁是最大的输家 你认为 我觉得最大的输家应该就是 穆斯兰兄弟会 穆斯兰兄弟会 第一个他们不仅失去了 他们的执政权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探讨 穆斯兰兄弟会 其实他是在埃及 在1928年就成立的 他可以说是目前在阿拉伯世界 最大的一个反对党的组织 其实他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在每一个国家 不是只有埃及而已 在许多的伊斯兰教的国家 他们都是处于一种反对党的知识 所以这几年 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透过民主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比较激进的方式 能够把这个所谓的 伊斯兰教育的国家政权 带进去每一个国家 所以这一次呢 军政府有意 这个是这个擒贼先擒王 为什么他们这一次的动作这么激烈 为什么要马上把这个 穆斯兰兄弟会的总统拉下来 然后昨天也逮捕了他们的领袖 而且现在 而且逮捕了300多个干部 对而且很多干部都不能出埃及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我不利用这个机会 擒贼先擒王的话 那我有可能以后也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够来控制你穆斯兰兄弟会 在这个政治的考量上面 军政府他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是 那你同意吗 你认为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野火烧不尽 春风 春又生 其实是让你看 这个穆斯兰兄弟会 它是一个 属于他们一种宗教上 跟感情上 跟民族情操上的一个组织 我看恐怕会越打越旺 其实埃及的情势 等等你同意吗 会不会越打越旺 其实是会越打越旺 因为就是说我们讲说 随贼 随贼先擒王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因为其实这种激烈的方法 一定会造成底层的人 他会激发他的那种相信力 所以其实美国跟埃及国家 其实今天很怕什么 就是很怕穆斯林兄弟会 会走向所谓的 真主党式的这种街头的 极端的示威的方法 那你认为谁是最大的输价 我觉得全部的事情 一定要我们常讲说 钓鱼会钓鱼 鱼上钩会有这个渔镖会动 今天整个中东 自从中东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地区 之前是英国在这个中东 占有它的一个势力 但是英国的势力逐渐 视为之后 所以英国撤出 美国就进来 那所以你看 不管是埃及利比亚叙利利 根本就是美国的势力 跟中东势力 互相绞尽的一个指标而已 但是你可以发现 最近有一个事情 非常蛮有意思的 首先伊朗的国势越来越强 伊朗是跟美国做对边的 同样的叙利亚的反叛军 跟政府军之间僵持不下 而且是政府军 他占了便宜 为什么 这个政府军 也是跟伊朗绑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 从整个中东的局势来观察 埃及只是其中的一点 而且只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势力好像是越来越保 越来越在撤退当中 那你认为美国是最大输家吗 所以从整件事情上 美国在整件事情上是占了下风 但是在整个中东的形势上面 美国他现在做法叫做 希望能够弥补他的这种过错 或者说弥补他没有算好的地方 逐渐拉回他这个劣势所在 是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很想好多题目继续讨论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能给两位来宾 各30秒做结论 来 请文斌 好 我想可能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在上个礼拜 沙尔地阿拉伯的亲王 已经在访问法国的时候说 这一次的埃及的事情 他不认为是一个军事政变 因为他说有30万的支持政府的人 出来反对穆尔西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 震动美国的下怀 因为美国他不愿意公开说 这是一个军事政变 所以让老大哥出来讲 让以色列来挺他 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讲说 最大的赢家应该还是美国吧 是 其实我们来看穆尔西下台 事实上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事情 还会发生 但是从这么多的群众的聚集 以及所谓的政变的事件 我们看到一个效应就是 在整个中东 属于一种本土主义 或者是属于穆斯兰 伊斯兰的精神正逐渐的发酵 而且成型 所以中东会越来越本土化 那外来的势力 要进入到中东 掌握他自己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可能更必须要注意到 要能够跟当地的文化 以及跟当地的国情结合在一起 如果纯粹只是像台生您所说的 美式的民主 美式的思想 或是美式的做法放在中东 恐怕会越来越不管用 好的 非常谢谢两位嘉宾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做这个节目 当然并不是希望看热闹 我们也实在是希望看到埃及 能够走回正常的路 今天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